4月份以来 日元暴跌 亚洲货币都经历了一轮贬值冲击 但美国人显然远没有达到目的 最近 美国连续派高层来中国 内部又发生动乱 他们明显极了 这时候通常会有两种选择 要么孤注一掷 要么勉励维持 美国人会怎么选择呢 美元会再次加息吗 今年美国内外部形式都很不妙 甚至可以用天下大乱来形容 我们列举几件事情 大家一起来体会一下 美国面临的形势究竟有多险恶 这几天又有银行破产了 虽然是小银行 但美联储的压力也很大 银行的核心业务是什么 是吃稀差 共和第一银行破产 就是因为高利率环境下 银行的钱贷不出去了 但存款却在增加 付不起存款利息了 这说明 目前美国银行业的核心业务 开始出问题了 美国又出现了大规模的学运 这件事情背景很复杂 美国内部不仅是分裂那么简单 社会与经济层面都出问题了 美元始终是核心 但这轮美元加息 美国人费尽力气 也没拉爆几个国家 全球三大经济和财富中心 北美 欧洲和东亚 美国收割了一轮欧洲 还是不惜代价发动俄乌冲突 才起到一些效果 但是 欧洲虽然一时受挫 但并没有伤及根本 很快就恢复过来了 目前欧洲的通胀 反而比美国先控制住了 今年连续三个月 通胀率都在3%以内 反观美国 美元加息两年多了 通胀还没控制住 不仅如此 欧洲还被打醒了 最近德国总理舒尔茨访问中国 法国总统马克龙说 欧洲必须要摆脱美国的控制 实现真正的战略自主 东亚更加不可思议 一直稳如泰山 只拉爆了一些美元债 汇率防线一个也没攻破 事情到了现在 美国人就算是傻子 也看出来了 主要是日元和人民币撑住了大局 这两个大国都没有跟着加息 手上又都有数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在美元加息背景下 保住了整个亚洲的流动性 日元零利率 日本人拿着大把的日元投资东南亚 人民币也大规模对外投资 亚洲没有爆发大的流动性危机 2023年全年 人民币贬值不到5% 是美元加息背景下 全球最稳定的货币之一 所以 最近美国人对日元动手了 希望以日元和韩元为导火索 打穿亚洲汇率防线 但是 目前日元已经剧烈贬值到158了 亚洲主要货币在最初贬值几天以后 反而纷纷反弹了 目前已经稳定住了 不仅如此 前两天美元指数反而跌到106以下了 目前仍然在106左右波动 美元打不穿亚洲汇率 不仅无法收割主要目标 给自身带来的反噬后果更是非常严重的 如果美元指数无法拉升到110以上 美元降息就会非常危险 美元降息导致美元贬值 如果美元指数跌到100以下就危险了 如果跌到90以下就会发生全球恐慌性的抛售美元 如果大量美元出不去就会爆发二次通胀 如果美元出去了 资本逃离美国又很可能引发美股暴跌 另外美元加息不但未能有效压制通货膨胀 反而导致国际大宗商品普遍上涨 特别是石油及原材料价格大涨 未来几个月 美国的通货膨胀不但降不下来 甚至有可能会掉头上涨 目前美元加息11次 除了有限几个国家 比如阿根廷 埃及 出了一些问题之外 大部分国家都稳定住了 综合这些情况来看 美国人几乎已经没有好的选择了 只能咬牙继续坚持 否则就会功亏一篑 前功尽弃 在美国人的眼里 这些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美元加息的效果没有出来 他们会认为 真正的最后时刻还没有到来 只要再加把进就行了 有人认为 他们不敢再加息了 因为目前美国的银行业出问题了 商业地产要爆雷了 国债压力很大等等 但是 美国可以第12次加息 同时加上巨额的QE 目前 他们已经向国内的银行定向放水了 而且 也与欧盟 日韩等主要盟友 达成了货币互换同盟 保障他们不会缺美元 目前加息11次了 到了第12次的时候 可能就不是几只小猫出问题了 全世界的美元再次加速回流美国 他们一定很希望 个头大的经济体出问题 加息多次然后暂停 保持高利率几个月 甚至半年以上 突然再次加息 结果 就成了压垮一批国家的最后稻草 这种事情 在历史上美国人曾经干过 而且非常成功 另外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 稳定美元已经成了重要的政治任务 所以 如果考虑最坏结果 三季度美元第12次加息 目标亚洲货币集体崩溃 完全有可能 美国学运与经济崩溃 犹太人天怒人怨 昂撒人大反攻来了 最近 美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运 有人说 这是美国的五四运动 你们也太高抬美国人了 这根本无法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 从本质上讲 这次学运是美国经济问题 和利益冲突的总爆发 也是美元加息两年多以后 积累问题的总爆发 这是不是意味着 犹太财团天怒人怨 昂撒人的大反攻来了 这次美国学运 无法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 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次 五四运动那样的思想觉醒 更不是什么良心发现 而是美国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总爆发 很简单 美国有思想觉醒吗 很显然是没有的 美国秉承了上百年的美式自由民主 虽然近些年因为力不从心 而变得越来越虚伪 但这种思想本身 仍然是美西方资本主义的主流思想 还远远没有到清算的时候 同时 也没有另一种思想 能够达到替代美式自由民主的高度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对美国进行类似的和平演变 所以 学运不是思想问题 更谈不上什么政治问题 那么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这就要从美国的社会本质 来找原因了 美国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 高度资本化 所有人都是利益至上 大部分问题究其根源都是利益冲突 甚至是底层逻辑层面的利益冲突 美国有什么利益冲突呢 能想到的多了去了 我们来举两个最典型例子 第一个例子 美国最典型的利益冲突 就是犹太人与昂撒人的利益冲突 有人说 在美国 犹太人掌握财富 昂撒人掌握政权和军队 但是 犹太人掌握了财富 有了社会地位以后 他们对政权和军队就不会有野心吗 在地球上流浪三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 犹太人从来不缺少政治和军事野心 他们往往以夺取收留他们的恩人的土地和政权 甚至屠杀恩人的方式 招来天怒人怨 最著名的事件 就是二战之前 犹太人窃取了德国总理的宝座 血洗了德国国民的财富 结果招来德国人重新掌权后的反攻捣算 如果你还不明白 看看今天的以色列是多么张狂的政权 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传统了 今天的美国也发生了类似德国那样的事情 如今的美国总统拜登虽然是暗撒人 但是他的内阁中 布林肯 沙利文 耶伦都是犹太人 拜登政府部长及官员中超过30%是犹太人 犹太财团甚至与拜登联手 掌握了美联储这样致命的核心机构 要知道 这个机构是以GP摩根为首的暗撒人银行家创立的 拜登从上任就开始谋划 2023年9月 他终于任命了美联储7人理事会中的第五位理事 从1913年创立美联储 暗撒人掌控这个机构上百年了 如今却被犹太人窃取了 顺便说一句 如果这次特朗普当选总统了 美联储很可能将迎来一场空前的大清洗 我们甚至可以说 关于犹太人 如今的美国已经非常危险了 这丝毫不过分 2024年 犹太人与暗撒人多年积累的利益冲突总爆发了 这不是很合理吗 第二个例子 美国贫富分化日益严重 阶层分裂与利益冲突越来越剧烈 表面上看 这次学运是以长青藤名校为核心开始的 但长青藤的学生都是些什么人呢 实质上 最近十年 长青藤名校已经不再是富豪和权贵阶层的特权了 许多中小资本家甚至中产阶层的子弟想要改变命运 也努力往里脊 但是 长青藤那都是什么地方 那是资本家的大本营更是犹太财团一直在努力渗透并试图掌控的重要阵地之一 犹太人掌控了财富 掌控了媒体和舆论 怎么可能放过长青藤呢 所以 长青藤名校逐渐成了矛盾的集中地 这次总爆发 不也是很合理吗 这次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提出的三点诉求 其中之一就是要求与犹太财团切割 我们甚至可以说 这次表面上是学运 深层次是利益冲突多年 积怨已久 既然有这么多这么深的利益冲突与矛盾 那么这对于美国来讲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两件事情 第一 这是暗撒人向犹太人大反攻的开始 第二 这是美国经济崩溃的开始 我们前面讲了犹太人和暗撒人的事情 所以 第一件事情很好理解 第二件事情怎么理解呢 美国这个国家 高度移民又是联邦制 其实是比较自由和松散的 一旦矛盾大爆发 就停不下来了 所以这次就是美国现行经济体系瓦解的开始 无论是哪件事情 美国的麻烦从此没完没了了 隐藏多年的矛盾一旦点燃 再也无法熄灭 所以 这次有学生讲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显然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种问题 我以为旧 我们下检人 我先打 escape